一樣,遠距上課還是麻煩大家簽個到 另外的話,我們論壇裡面會放每一次上課 今天因為是第八次上課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 影片我剛剛查了一下,好像有連結是有問題 所以我後來又把它更正一下 所以你們再稍微把連結打開 連結應該是正確的 我剛剛又把它稍微看一下 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用一個函數叫Viro函數 這個函數用的其實相當的多 而且蠻重要的 主要就是有點像是把eSale當資料庫來查資料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較需要特別了解 它查的時候只能查第一欄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的第一欄 你要查的資料並不是放在第一欄的話 比如說編號 那當然你就不能用Viro函數 要不然就是你必須把你要查的資料放在第一欄 再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要用一個新的函數 叫XLOOKUP 不過XLOOKUP是新的函數啦 你必須用最新的版本 2019的版本 我記得才有這個函數 那如果你是舊的版本就沒有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查詢的方式 假如沒有辦法滿足用Viro函數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用別的方法 像今天的話我們要特別講到這個題目部分的話 就是說 所以請待會的話 幫我開啟那個 就是第一個練習題就是 325人事資料分欄這一題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主要呢我上個禮拜稍微跟各位講 我把它放大一下 這樣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的話呢 它這個地方 就是B欄裡面的資料 它是縱向1234 就是分別是入職時間 放在D欄 然後呢 姓名放在E欄 功號放在F欄 然後 再來就是內部號碼放在G欄 那一樣啦 1234 變成1234橫向的 4欄 縱向1欄 變成橫向的4欄 然後再來的話 把貿號前面的資料 把它去掉 所以當然呢 如果你假設呢 你用Vero函數 這一題絕對是做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 但是別的方法的話 當然有哪些函數 可以幫我完成這件事情呢 其實除了那個查詢 函數裡面 除了用Vero函數之外 當然我們還可以用像 比較常用的啦 你們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可以到查閱與參照裡面 那比較常用的 像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可以用的函數呢 除了說用Index之外 其實像底下這個Index 其實也可以 還有像Offset也可以啦 只是說哪一個函數 相對會比較常用 而且比較簡單 那因為習慣上 用Index的機會 應該是最大的 因為Index函數 其實我發現 用的還蠻 蠻 蠻 普遍的 所以 那我們就用Index 來做查詢的動作 那首先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有兩個參數讓你選 我們用選第一個好了 按確定 這個函數的話基本上 它需要給它三個資料 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在上面看到 第一個叫Array 其實如果你將來看到參數叫Array的話 理論上 它指的就是 某個範圍 那其實 某個範圍意思說啦 我要抓什麼資料 那其實你就把B2一直選 選到B33 這個範圍 放在Array就可以了 OK把這個範圍告訴它 那第二個的話呢 RowLumber 什麼叫Row的話就列嘛 意思 Lumber就是號碼 意思說 針對你選的這個範圍裡面呢 你要把哪一列的資料帶過來 那我要的是比如說入職時間 那它是針對這個範圍裡面的列 而不是說指的是這個列 不是指的是這個 所以呢 針對這個範圍它是第一列 不是外面這個 不是第二列 那所以這邊的話輸入1 那Column Number的話 Column是藍 這個範圍裡面的地區的 那因為這個範圍只有一藍 所以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那可是呢 如果我假設照剛剛的這個模式 這個Column Number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呢 列的話就第一列 藍的話一定是第一 那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輸入第一個之後 那當然它會幫我帶入職時間 這沒問題啦 可是呢 如果我姓名的話 那你可以推敲 姓名的話理論上 其實第1個跟第3個都一樣 只有第2個不一樣 那第2個的話呢 應該就是要向下一個變成2 所以呢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把它 改成什麼了 這個地方 只要把這個參數改成2就可以了 這邊改成2啦 那這邊改成3 這邊改成4 5 6 7 8 所以喔 1到32 1234嘛 那 如果你假設啦 可以先產生 這個 參數的話 其他這兩個 用一樣的話 那我們 就可以把所有資料全部帶過來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們 我們做這件事情之前喔 還需要產生剛剛講的數字表格 所以數字表格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產生 如果向右的話 變1234 向下的話呢 那每向下一列 就幫我 加上 4的倍數 因為有4欄 變1234嘛 然後1就變再加4 變5 6 7 8 那再加4的2倍 4的3倍 那怎麼做比較快喔 接下來的話 你們可以用到 第一個 在茶葉與參照裡面的話 有一個函數叫column 按確定 那直接按確定啦 不需要給它那個 引數的話 那它就會參考到目前儲存格在哪一欄 所以按確定 column的話指的是欄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它變哪一欄嘛 所以4567 可是如果我要讓它變1234的話 那很簡單 減掉的話 減到3就可以了 打個勾 那向右填滿 那不過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還是1234 因為column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理論上就是參照到什麼 參照到目前所在 是在哪一欄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目前這一 第二列的地方 它不需要加4的倍數 可是呢 如果向下一列 比如第三列 它就加4的1倍 那向下 再一列 就4的2倍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當它列變更的時候 就自動加上什麼呢 加上就是 它的 列的部分 那 其實這邊你可以在旁邊 假設 我們在H2的地方練習好了 插入一個什麼 再來你可以再利用另外一個函數叫row row row的話顧名思義啦 它目前的儲存格在哪一列 所以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會 告訴你說現在在哪一列 可是問題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它 這一列的時候呢 不加 任何的值 所以我可以 把這個row 把它 目前所在的值 就是減掉 減掉2好了 OK 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0 然後底下的話 變123456 那 如果說我要讓它變成說 0 就是後面在乘上多少 乘上4的倍數的話 那如果1乘上4 就是4的一倍 4兩倍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 假設後面再把它乘以4 但是特別注意 一定要先減嘛 所以你就把這個地方 前面再 刮幅起來 然後乘上4的幾倍 那打勾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目前 0 0乘上4還是0 那底下的話就加4 所以4再加上 這個數字的話 那就5678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上8 就901112 所以其實 會符合我們要的 那如果我把剛剛的公式怎麼樣 把它帶到這邊來 加上4的幾倍 那我直接打Raw 小刮弧 現在在哪一列 把它先減掉 現在在第二列 然後呢 後面再乘上4就可以了 乘上4 OK 那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向右 再向下 那你會發現 到32 因為 這底下 這邊的資料 32 好 那你會發現 數字表格就出現了 0到32的數字表格 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們下一個階段呢 就是在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減下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剛剛的index 裡面 所以呢index 這部分 我們就直接index 然後呢 範圍一樣是b2 Ctrl-Shift向下 記得先把它按f4好了 選起來按f4 f4的話 自動會幫你加錢 那你可以自己打 不過要打4個 按f4可能比較快 那藍的話 一定是就一藍 那把剛剛的公式貼到 第二個格子裡面 就是哪一列的意思 所以我們剛剛是 1234嘛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把它向右 再向下 OK 那它就會自動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那藍寬不足 你可以把d到g 選起來 快點兩下 這樣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完成 第一階段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第一個 先用current跟raw 先產生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是1到32啦 然後再用index 把需要的資料 搬過來 但是目前還沒完成 因為我們還需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 冒號前面的資料 把它刪除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資料 把它做刪除動作 那怎麼樣把資料刪除 會比較 比較簡單 所以這裡的話呢 可能要請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快速的可以把 這個公司來不及寄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個單元 裡面就會有 人事分欄的資料 OK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 剛剛看到了 第一個就用current跟raw 所以公式在這邊 第二個用index 公式在這邊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利用mid加len 實際上就可以把 不需要的資料給切除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呢